上回书咱们说到三一桩 郑葵郑园外大客厅之内 哭声是震动天地 分别了十八年了 老英雄左臂神刀红炳男 跟结怕之妻 今天突然团聚 哎呀 生死离别呀 两个人全都哭着哭着 躺倒在地就拥过去了 红玉尔一听这是自己的母亲 俗话说母子天性 玉尔的眼泪抓他一下就流下来了 妈呀 趴在母亲的身上放声大哭 这边震动辖跟海川 赶紧把老英雄红炳男扶起来 妈瑟前胸锤打后背 撅杂锤叫 这边 玉尔趴在母亲的身上 有府中的婆妇丫鬟 也把玉尔的母亲扶起来 妈呀 玉尔在旁边哭 红是慢慢的悠悠气转 看了看 面前的儿子 红玉尔 你 你就是十五年前 被大水冲散的 娇儿 玉尔吗 妈呀 我正是不像孩儿玉尔 儿啊 我只认为 你我母子今生今世不能团圆了 要想见面 除非是梦中相会呀 儿啊 难道说娘我在做梦吗 妈 不是做梦 我是您的儿子玉尔啊 那个时候是封建社会呀 玉尔的母亲 心里边就非常别扭 为什么 一来是四年丈夫想儿子 二来呢 在蒙地的府上 当了十几年的女婆 做的是仆人 所以玉尔的母亲 看了看 正魁正老圆外 又看了看高龄高老圆外 把头一低 弘历这时候完全清醒了 赶紧跑到了妻子跟儿子的身旁 您瞧封建社会吗 姚哥现在夫妻得拥抱在一起 现在当着人的面接吻都没关系 夫妻吗 多年不见了 可那时候不行啊 不管心里头怎么想 外表总要矜持 弘历用手扶着自己的妻子 气呀 千错万错都是我弘历一人之错 总算是苍天有眼 离我一家 难后重逢 正魁正天雄 高连高原府 哥俩一对眼神 不知道嫂子呀 嫂子在家中当了十几年的女仆 这哥俩扑通一声 就跪到嫂夫人面前了 嫂嫂 小弟不知道是嫂嫂 十几年来 以奴婢下人对待嫂嫂 上天不容 在嫂嫂面前请死 说的这儿 这哥俩是以头碰地 这确实是真心的呀 老英雄红利红炳男赶紧过来 伸出两只手 把两位兄弟掺起来了 二位弟弟 不知这不怪罪 要没有二位贤弟 你嫂嫂早就死于沟壑了 怎么能今日团圆呢 快起来吧 郑魁站起来了 高林也站起来了 郑魁说 哥哥 这儿有王爷大将 请兄嫂直男先到内宅吧 好吧 王爷请您稍坐 我们去去就来 两位老员外 陪着红利夫妇 带着红玉尔来到内宅 这回老哥仨见面了 高老员外 郑老员外 还有两位安人 请红利夫妇 哥哥嫂子做好了 这两对老夫妻跪倒磕头 红利跟夫人 把他们四位老人掺起来 郑老员外的女儿 玉兰小姐跟玉尔 兄妹也见面了 彼此见过礼 然后落座 各诉前情 分散十八年呐 容易吗 哭一阵洗一阵啊 再说红家夫妻父子 劫后重逢 当然就得摆上酒宴了 郑老员外 传下话去 风风盛盛酒宴 摆到了前厅 一儿几个来到大厅之内 请王爷上座 推杯换盏 开怀唱饮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然后大家落座吃茶 庸亲王印珍 这个人很爽快 看见红炳南 合家团聚 是非常的高兴 哎呀 红老英雄 父子相聚 夫妻团圆 这是本朝盛事 这是人间汉贱 也是你们红家 祖上的英公 父母的德高 可喜可贺呀 红利红炳南 站起身形 抱拳禀手 王爷 这是借康熙老佛爷的 红福齐天 草民同战雨露之恩 人家合家团圆了 高高兴兴了 海川呢 站起来了 王爷 亡命在身 咱们人俩走吧 好啊 咱们也应该走了 镇东侠 还有 郑老园外 红炳南 全都明白了 海川跟着王爷 要去捉拿 盗国宝的两个贼人 这老哥几个 是苦苦的挽留 这小哥几个呢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你拉着我的手 我拉着你的手 不愿意分开 王爷明白 王爷想了想 这么办吧 既然这五个孩子 不愿意分开 让他们在一块 多住几天 我呢 跟海川 今天就走 侯老霞呀 你带着这几个孩子 先别走 过几天呢 他们亲热够了 再带着他们 追我们 你看怎么样啊 王爷既然说出 这样的话来了 郑老园外 高老园外 还有红老英雄 镇东霞侯庭 也就答应了 郑魁拿出黄金五十两 给王爷做路费 王爷也不客气 就叫海川呢 把这五十两黄金 放在包袱里 说不说废话 众位老英雄 就把王爷跟海川 一直送到葱口 撒泪而别 离开三一桩了 同海川着急 王爷也着急 所以呢 爷俩头一天赶路 赶的路多了 也就贪玩了 第二天走得又急 天又热 正是暑热天 王爷跟海川 都是北方人 乍到南方 是挺不习惯的 才说王爷是什么人 皇上的儿子 拥亲王爷 在北京市养尊处用 第三天起来 王爷可就觉得浑身疲倦 四肢无力 海川哪 这两天咱们爷俩走得太急了 天气闷热 可能是白天受点暑 夜晚呢 又受了点凉 我觉得呀 我可能要生病 王爷 咱们找一个好点的大殿住去 请个郎中先生给您看看吧 好吧 虽然爷俩这么想 但是出门在外 就跟在北京不一样了 事情不尽人意 这爷俩从早上起来 一直走到天黑 也没找到一间像样的店 没办法 只好找了一个荒村的小店 没地方住 只能住吧 这个小店连个单间都没有 要什么没什么 就是便宜 两吊钱 爷俩打尖了 两吊钱 爷俩起火了 王爷没办法 只好跟着海川进店了 到里边王爷可咧嘴了 两边都是大炕 哪边的炕 都能睡几十口子 炕上铺着莲花的竹席 没枕头都是半头砖 您想想 住这店谁来 打把是卖艺的 说书的长戏的 做苦力的 赶苦工的 推车的挑带做买卖的 哪住得起大店呢 这些人往这一躺 把这半头砖 用汗水凹的挺亮 这屋了天这么热 除了汗气味 就是臭脚鸭子味 难闻急了 这王爷没住过这地方 一进门 望上翻就要吐 海川知道 海川是什么困难条件 都不在乎 伙计在旁边站着呢 海川就跟伙计说 伙计 我们这位伙计受了夜寒了 你啊 给买二两红糖 一块鲜姜来 给你这一吊钱 哎 伙计出去买东西去了 海川呢 就请王爷靠着墙 这小店 靠墙睡到冬天盯床背 夏天在这睡着凉会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这小店最值钱 最好的地方 海川又拎了两床大背后 铺好了 请王爷躺下 把小包包放好了 海川呢 就找了一个铁脸盆 弄点热水 拿着自个带着糖布手紧 拧干了 给王爷擦了擦脸 要依着海川呢 真想请个先生 可以打听啊 这离大镇 起码的五十里地 就算把先生请来了 开了药缝 也没地方抓药去 得了 干脆呀 就用姜糖水吧 伙计把这红糖买来了 切好了鲜姜 客人 您看 我现在是不是 把这红糖水 切好了吗 好啊 切吧 把这一碗红糖姜水 切好了 海川接过来 送到王爷的面前 您啊 趁热把它喝下去 病就好了 您是感冒 发点汗就行了 哎 王爷想喝 可王爷一看这碗呢 哎 丑乎乎的东西 这里边是黑的 您想这小店 能有消毒工具吗 王爷有心不喝 辜负海川一片心 喝吧 实在是喝不下去 海川明白 您哪 闭着眼喝 哎 王爷没办法 只好闭着眼 一连喝了十几口 也搭着天热 王爷着急 这汗还真出来了 哎呀 海川行了行了 实在太难喝 我咽不下去了 这样呢 王爷就躺下了 您别瞧 这半碗红糖姜水 到了夜里头 王爷这汗还真出透了 身上觉得轻松了 海川在旁边坐了一宿 天亮了 赶紧叫伙计 打来漱口水 洗脸水 伺候着王爷洗完脸 梳完口 海川呢 也束束口 擦了把脸 您觉得身体怎么样 王爷知道 自己根本没好 可是又怕海川为难呢 啊 行了 这点小病啊 不算什么 咱们走吧 海川 海川 这才陪着王爷 离开小店 上了路 要依着海川呢 要有通区大阵 找个好店 再请王爷还会 可是呢 走了一天 也没遇见 大一点的村镇 虽然说爷俩 有说有笑 倒不闷得很 但是找不着店 王爷的病 就缓不过来 走着走着 太阳快落山了 突然间 就从西北方向 飘来了 大块的黑云彩 一会儿的工夫 天全黑了 嘎啦啦 一个劈里 唰啦啦 一道闪电 狂风 呜呜就挂来了 大雨点 劈里啪啦就下来 这一下大雨点 王爷机灵灵 打了个冷战 海川呢 可要坏啊 我还没好利索 要让雨淋了 这病一反复 我可得趴下呀 你扶着我 快点走 海川左手 拿着包袱 给王爷呢 遮住雨 然后右手 穿着王爷 顺大道往前走 这条大道 是东北西南的大道 走着走着 海川高兴了 王爷您看 前面有座庙 爷俩夹紧了脚步 走到庙前头一看 啥啦 有一座小庙破烂不堪 只有一层殿 这正殿的东西山墙 有两个窗户似的气眼 正殿呢 有个独座的神仙 缺胳膊 少腿没眼睛 破烂不堪了 东西两边都盯着木板格上 一边一个门 挂着青部的门帘 供桌上呢 放着茶壶茶碗 周围是鹰不落的 红庙墙 当中间只有山门洞 连门都没有了 门外头有一杆旗杆 上边挂了一面旗子 旗子上有字 写的是义勇团练所 王爷站在这庙头了 想进去 又不愿意进去 哎 就在这时候 封住了 林桥这天 就是封大 雨点小啊 这雨好像似乎要不下了 海船呐 你看天可一会儿就黑 如果今天 咱们爷们借助团练所 那可就太惨了 也不方便 咱们再往前赶赶 找个好客店的 休息一宿 我也就踏实了 哎 我掺着您走 海船也觉得 这地方住啊 的确不行 这样呢 爷儿俩又继续往前赶路 这就是天功不作美 刚走几步 这雨 又下起来了 这回下这雨 不是风大雨点小了 风倒不大了 这雨可有点云似 雨虽然小 但是老下 要是病人 让雨淋了也受不了啊 海船掺着王爷 一路小跑 跑出来四五里地 王爷 您觉得怎么样 哎呀 雨虽然不大 轮得身上可挺凉啊 您还能走吗 刚才倒是不太累 这一路小跑 我怎么觉得腿质发软呢 真想找地方躺一会儿 可是您瞧 这地方前不招村 后不靠垫的 怎么办呢 哎 海船你看 前面有边大树林子 咱们树林子里头 避一避雨吧 海船往前面一看 这片树林的真不小 树林之中烟龙物照 天儿可越来越黑了 王爷 您的病可没好呢 怎么能进树林子里休息 阴风惨惨的 对您身体没好处 哎呀 树林子里总得有地方能避雨吧 也不能站这让雨淋着呀 得了 歇会儿再走也不错 王爷呢 往里走 海船掺着 爷儿俩就进了大树林子了 哎 这树林子里 有一大片坟地 北边 是个月牙形的土坟山子 上边长了不少树 这祖坟还真大 足有一房多高 坟前头有个石贡桌 摆着一个石箱炉 两边啊 还有几个坟头 这坟是又明堂又宽敞 地上绿草如荫 望南哪 一走就能出树林子了 南边也是一条西南东北方向的大道 海船一看呢 这坟营地上也都给淋湿了 根本没法坐 王爷 你看这没法坐呀 上坟后头看看去 王爷绕到坟后头一看呢 哎 这地方由于西北风被这大坟山子这么一挡 再加上许多大寿呢 这地方果然干送 王爷刚要坐下 海船说您先等一会儿 把身上的包袱解下来 又把冰刃包袱打开了 取出双月来 就把这包袱皮铺好了 又把衣包放上 王爷您坐吧 王爷坐在了海船的衣包上 海船呢 就在旁边蹲着 拿起自己的冰刃 一对子母 鸡爪鸳鸯月 看见冰刃就想起了恩师啊 这对冰刃是恩师所赐 看见冰刃 就想起了恩师十几年的教养 可再一看 由于老没用 这冰刃有点长秀了 海船呢 就把塘布手紧撕起一条来 把这双月擦干净了 然后呢 用这塘布条 沾了点湿沙土 使劲的擦 使劲的磨 一会儿的工夫 哎 再看这顿冰刃 是正光瓦亮 这工夫可不小了 风也停了 雨呢 也住了 雨一住 王爷抬头一看 一轮明月 高挂天空 这月灵这么一照 王爷看见海川 手里拿着双月 哎哟 海川哪 你看这两年 你可真成了一条汉子了 炼塘月 本决看看 哎 王爷让炼 海川一想活动 活动身上 就把这双月 擒在手中 刚要辨识 突然间就听见 腾腾腾 脚步声音响 还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 海川 赶紧擒住双月 顺声音看 王爷呢 也站起来 顺着声音看 还没看清楚呢 可听见人说话呢 有一个人就说 哥哥 您快走吧 这场官司 我替您打了 兄弟呀 这种官司 我都不打 我能让你打吗 哥哥 官人都追上来了 咱们哥俩 不能同归于尽呢 您快走 不行 听到这儿 这两个人走的 离着王爷跟海川都近了 王爷挨着海川 一看这两个人 一个二十岁左右 长得中等身材 细腰杂背 身上穿着 白棉绸的裤子汗摊 脚下是白袜子 青靴子 脖子上挂着脖锁 身上的衣服 有点不干净 可能是呢 打官司 有打牢中 跑出来的 这个人长得挺俊 圆脸台 面如官玉 两道浓眉 一双大眼镜 漆黑的 一条大辫子 掺着这人的人 大约三十岁出头 长得圆背 封腰 双肩暴龙 身上穿着蓝绸的长衫 河南绸的裤罐 腰里头扎着绒绳 刀鞋别在身背后 右手 低着的一把 翘尖后背的燕铃刀 青鞋白袜子 长得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面白似玉 见眉虎目 遍着盘着 蓝色的 卷帕缠头 王爷跟海川 可纳闷 穿白衣服的 口口声声 要打官司 穿蓝的是 坚决不让他打 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呢 下回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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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